你们看两根手指 980g的电脑 这么薄 旗舰Laptop了 早还累了 华为刚刚出的2024版MacBook X Pro 超级无敌轻的一个旗舰级电脑 他听到哦 你AirShare只有7kg啦 你装了它 你还有6kg可以装衣服 先讲外形 我跟你讲 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 我嘴巴小小声讲一句 每一下 尤其是它那个质感 它这个叫做微容材质 很舒服 质感很好 不过有那种普通金属的冰冷感 洞口有三个Type-C 左边这边两个 右边一个 它没有3.5mm耳机孔啦 毕竟还要做宝啦 但是哦 这边有一个webcam的开关键 往下推就是可以关掉webcam的镜头的意思 再来就是 轻啊 我这种哦 常常喜欢带电脑出门的人哦 我真的是很喜欢清宝本的 我怕你们不知道 其实上一代Mable X Pro 2022年版本的时候啦 它已经算是蛮清了的 1.26kg 但是它现在直接给你看到1kg都不用 足足清了280g 它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 轻薄减重第一步 屏幕 一般人家用AMOLED 就是重啦 但是哦 它偏偏用了OLED柔性屏 应该是行业第一个用柔性OLED屏的厂商啦 它直接减重142g 第二 电池 风扇 喇叭 8键盘脚链 8个地方都做清了 第三 就是华为最新研发的云损架构啦 像云损架构的意思就是将PCB主板设计成三段式 就可以减少8%的占用空间 相当于节省一张信用卡的面积罢了 但是也因为云损架构的科技就更多空间给到风扇啊 电池和音响哦 意思就是材质啦 普通一般旗舰Laptop都会用铝合金 可是Mable X Pro还用的是鎂合金 重量是铝合金的三分一八了 然后我还有一点我是很喜欢的 我现在把它关起来啊 看到吗 我一根手指就把它踢起来了 然后这片哦 还是贴着的哦 通常如果是普通的很轻的电脑哦 我单纸把它抬起来 它整片就一起上来了 也有鸣鸣 耶 诶 讲完清了 叫我们来重点 这么薄的电脑它到底够不够强呢 哼 顶级处理器 安排 Intel Core Ultra 9 储存最高给它32GB加2TB 但是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啦 这么薄的电脑 它到底压不压得住这颗处理器呢 一般轻薄的Laptop啦 性能输出大概是在25W到30W之间 但是哦 Mable X Pro它比较恐怖一点点啦 它可以让Intel Core Ultra 9 有一个稳定的40W性能输出 然后 插电不插电还要都是一样的40W Mable X 不用讲什么数据了啦 我们现在直接来实测 第一个测试是简映导厨影片 你看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file 里面有很多animation 它的file size是11GB啊 时间是6分钟半的一个video 然后我们现在按导出 4K 60fps 就看看它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Render影片呢通常我们依靠更多是Graphic Card和Ram 但是Intel Core Ultra 9这粒芯片 它不是普通芯片它是有AI的 所以就它自己一颗都可以撑得住 也代表说它降清台 可以做到蛮强的performance啦 第二个实验我们同时打开多个PPT 每个PPT都是1GB的 看我连续开 开 开 再开 下面都开了这样多个了 这时候 我在开的一个 依然是很快的 这个速度主要是因为Mable X Pro 它可以做到瞬间80W的性能输出 所以大文件可以秒开 第三个实验同时开多个Tab和10多个Program不要管 这情况很常见 因为我就是一个经常开了几百个Program不管的那一个人 普通的电脑我用Confirm是很Lag了的 会顶不住 这时候Mable X Pro 风扇会开始大声一丢丢 但是还是很顺它没有Lag 就只是风扇开始做工帮我高速散热罢了 半个小时之后机身的温度也没有说很热 那不热的原因其实我们也是找到了的 就是它也有upgrade它的散热系统啦 叫做鲨鱼旗双风扇 它的直径也是拉大了 左右两颗 所以它的风力散热也是增强了的 而且你发现它的洞是在这个位置的嘛 它是往外的 所以往外的时候风力是往外推 我们里面用的时候就飞不到肉 And then到快充了啦 华为电脑跟华为手机都是差不多 Super Fast Charge 我的充电器 90W Type-C to Type-C的接口 然后它的大小其实是不会很大的 然后也不会很重 我今天早上有点忘记出门 我大概随便冲了一个十多分钟 它就可以用三个小时多 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外表看起来像是 实实文文在家煮饭的那种娇气 但是一出到外面 就好像一个很狂暴的报道总裁 啊差点忘记讲screen 刚才有提到哦 它用的是这个柔性OLED屏嘛 它除了更轻之外 其实它的屏幕Quality也是很Top一下的 先看屏占比 93% 边框全部窄窄的 3K分辨率 这个也是很天花板了的啦 120S的刷新率 峰值1000nits的亮度 对比MacBook Pro 我这台是2024版本是亮很多的 而且 可以touchscreen 然后我还发现它的touch rate 有很多可可爱爱奇奇怪怪的功能 比如说第一个 留意这边 看到吗 Screenshot 第二个方式 就是用两个手指敲两次 等于screen record 第三个 最顶部的位置 我们来一下 可以拉近度条 看系剪片都是可以用的 第四就是左边调亮度 右边调声音 它用的材质是尼龙的材质 所以这个比较耐摩 第五 两个手指滑进去 可以开notification 整个操作 就好像把mouse pad 变成了手机的screen 这样子拖来拖去罢了 拖来拖去罢了 喇叭的话呢 它左右两边 这两排东东全部都是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华为智慧婚姻大师 这个技术来的啦 用紧我给你们听歌 你们就懂了 听说它这个技术是行业第一个使用的啦 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 OK 接下来就是AI功能啦 它也是有的 第一个就是帮你写文章 类似ChatGPT这样子 它这个功能叫做Corpilot 我这边打 给我一个三天行程 KL好吃便宜的餐厅哪 全部清清楚楚耶 而且它推荐了食物 而且它推荐这个十号胡同很好吃 什么鬼都出完来了 一大堆字非常非常齐全 这时候 你还可以叫它加Emoji 整段就可以直接copy page 去小红书Facebook 当成是你自己写的了 很整齐 连Healthcheck都帮我加好好 有了AI 人人都是小红书播主啊 写出来是文笔印流的哈 第二个就是AI camera 这个是video call手用的 它是可以开美颜 开磨皮开瘦脸 然后也可以开Auto centering的 就是你怎样动 镜头都一直追着你在中间 没进到很激动 你要做一些大动作都OK 比较牛的是这个功能 AI noise cancelling 直接试给你看 OK 我现在就开一个去足球比赛了 就模拟我们在妈妈当很热情的 在看足球的时候 很吵很吵 哇 很吵哦 你们觉得还听到我的声音吗 已经是开到Maxima没有看到吗 够力哦 我一个声音都听不到哦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我这边其实是看到有那个 reduce noise cancelling的字了 我完全只是听到你的声音吧 听不到 真的听不到 这个功能呢 就是很好的用在我们平时 要在妈妈当 要在Bassamalam 就是很吵的地方 你都可以开会 第三个就是Super Hub中转站 这个是华为独有的一个功能 不算很新 也不是算很AI 但是我就觉得很实用 它可以把你要的文件 一次过拖到去上面 然后暂时收藏起来 等到你要用的时候 你再从上面拖下来 比如我开剪音 然后才把我的video拖下来开始 还没有用到的照片文件 我也可以先放着 好啦 这台Mable X Pro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啦 后面其实它还有更多的一些AI功能 但是我们今天就讲几个 比较热常会用到的啦 后面你们就自己慢慢摸索 总结咧 这一台电脑 我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它 就是 轻、薄、强 然后它还要配上AI功能 就变得很方便 它的硬件啊 配置啊也是很顶了的 这一台蓝色的Ultra 9版本 是10,900 其实我很讲10千 我自己都吓到 但是有一个便宜一点的版本 就是白色的 Ultra 7版本 8,999 然后他们这次叻 也是有送很多free gift啦 那free gift价值 4,582块啦 送什么你们自己去看 反正我就觉得它很适合那种 经常出差啊 有budget的商务人士啊 或者是老板们用的 还有无时无刻都在工作的设计师啊 内容创作者啊 或者是剪辑师等等啊 好啦 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